嗨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哎呀 那个麦克风没亮 换一个你们都觉得很刺的麦克风 就是这个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有意思的播报啊 但是这跟军队有点关系 是啥呢 它是这样子 说实话 这个这是两个 一个来自于南美 一个来自于南美的一个军事装备的一个学者 还是个华裔 而这个另一个呢 是来自于美国 是个美国NGO 咱们先说美国NGO这个吧 因为他说这个 说实话 我真的第一次有点对美国这个NGO啊 不是反对派 是有点稍微赞同啊 听他怎么说的啊 中国 你到底还需要多么先进的导弹巡洋舰055型 我加个过湖吧 我们称为大区啊 因为他们都管他叫导弹巡洋舰 任海籍好像是啊 他们都管他叫导弹巡洋舰啊 所以我这两种方法都给你们写上啊 扩湖 中国大区啊 我得这么写 听他的内容好吧 在最近中国的网络当中传出来中国官方的军事博主的声音 中国目前暂停了制造第一批的055级导弹巡洋舰 任海级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大区 这种中国建造的055级导弹巡洋舰满载排水量约为12000到15000吨以内 可以说与美国的沃尔中普特级相提并论 但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批建造了一共8艘055级导弹巡洋舰 但立刻停止了建造 据来自中国官方的军品号所称 中国军方可能对这种巡洋舰的某些具体性的性能不满 例如它的相控阵雷达 在中国方面的军品号所称 中国海军似乎对目前使用老式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上相同的大型相控阵雷达感觉不满 因为没有任何的改进 但众所周知 中国052D上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 有无源相控阵雷达系统 相当于美国海军的Super-2型T加T型这种新型相控阵雷达 其作用距离要比美国海军的作用距离越远了几十海里 但从这个目标区来看 即便是强大的美国海军相控阵雷达系统 对比中国052D上的现成的相控阵雷达 也是他们属于相对比较先进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不明白中国军方到底想需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相控阵雷达系统的导弹巡洋舰 另外众所周知 这种055型导弹驱逐线上带有中国三大打击利器 据称09它带有英机93式巡航导弹 英机18可变弹道式超音速巡航导弹 另外还有YG-21型强大的超高音速巡航导弹 这三种巡航导弹加起来简直就是无敌于目前的海洋 特别是它的YG-21导弹 这种超高音速可变弹道式反舰巡航导弹 其射程约为600至1000公里 而其弹道最低变幻高度可低达海平面约为1.5米左右 这些都可以不当做主要论据 关键是它的飞行速度 据测试的时期 它所最高的速度可高达15至18甚至20马赫 这是中国发射时期经过卫星数据进行的探测数据 相对于中国方面应该比较准确 在这种人类已经超越了人类制造拦截导弹速度的反舰导弹的打击情况之下 中国海军方面还认为这种055型仍然自己感觉不足 我真的非常奇怪 你们已经超过沃尔朱姆特级 而且它无法真正的远洋出海 你们现在已经是唯一的一艘超过万吨级的导弹巡洋舰 游异在大海上 但中国军方对此还是表示不满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满足到什么程度 划掉横险 一个沉重的重击 真的说实话 我对他的这个说法 虽然我经常反驳美式N9 但是他这次说的我也有点小感同 别太高调了 我查了一下 平台我也看了一下 平台的那个 这是中国官方的军评号 这不是一般普通什么大V的 这是真正中国官方的军评号 人家说的解释了这么一个 可能他是给搬运到外面去了 这位博主看了以后写了这么一个 这个N9看了以后写了这么一个博客 你也知道他们经常大败运 那都是迷信 听过关老师的那个技工传吧 我学的不太像 这个 我老王也是这么感觉 好像那个军评号是这么说的 这是可能军方对这个 目前使用的这个055上 他有一个双控 大家知道吧 他那个大控啊 主控 他觉得不太满意 可能是没有经过加工啊 改进啊 可能某些数据达不到他们现在的要求 行了 我老王也是那么想啊 这个这个虽然这个钱不是问题 这一个05 对咱们官方报道说 是60个亿人民币啊 这这不是钱的事 差不多就行了 你手里头啊 一与二兆三点的 拿着哥仨你知道吧 三国十大名将 你拿着仨 还要咋的呀 这这这已经是 不是 咱不打外星人去吗 现在外星人咱还没找着呢 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那个到大海里 而且咱也不想拍无敌战舰 对吧 他拿过那个威斯钢星 打外星那个战舰 咱们不想拍那东西 我我这次真的 对解放军叔叔这个这个啊 这个眼光啊 不能太远了 咱拉回来行吗 看看现实 现实这八个已经就这样了 不 你们又得骂我 说老王易言啊 说老王什么 我说的真是实话 你们可以听一听 那个那个官方的 咱们平台上有一个叫叫 叫什么虎啊 那是官方的 那真正官方的 那个军民号 他说的一般都是代表官方的 你听见他 就是他反映了一些 这个军方的 对这个055 现在咱们的军方 对055的看法 现在世界上 没有对他这么样的看法 而且他手里带着这三把 三把花刀 你知道吗 就这三把枪撑过来 那几乎你扛不住 别说那个 咱不说这外战二一 18你能扛不住 你有几个扛得住18的 先不说他 就这18超音速变弹 别多说 一多说就把我说了 是吧 这18就已经让人瞠目结舌 你手里还在把 绝杀宝剑21 这还不行 还要改进 还要先进 哎呀 天哪 这个 反正就不打算让谁活了吧 就有句话说 我们 我就走我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那就只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位 这位NTO也真的是挺现实的 因为都知道 美国海军他下一次造舰计划 恐怕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真的达不到 因为沃尔 沃尔朱姆特基 报废了 那仨是再也不会造了 放心吧 那300亿美元就白扔了 是吧 300亿美元白扔了 几百万军队打光了 现在让我们出兵 我们出兵有困难 二次大战 刚刚起初 我们来不及部署 哎呀 我就插这么几句吧 真的 我觉得解放军叔叔 咱把眼神往近点看吧 您看看这个 看看咱们地球的海洋上 好吧 看看地球的海洋上 咱别想望向星辰大海 那太遥远了 这可以了 具体数据咱们不说 几百公里的观瞄 对吧 几十个目标的扫荡 因为052D大家都知道 它那个相控战内达 它这个大区上 用的是这个相控战内达 而且您还有一个小空呢 小空是对 对吧 对上面的 对吧 这可以了 这这润防也是超级无敌了 再加上这个三大打击力气 看都是战区外打击 这仨都是六百起步 一个四百五 最低一个四百五 就是英机九三 剩下都是六百起步 这个一八是六百 那个是六百到一千 还怎么着 都是战区外打击 看不见 对方还不知道是什么 就被秒杀了 还不行 一与二照三点微 都在手里拿着 还是不行 哎呀 谢谢解放军叔叔 真的 咱看看地球 好吧 咱看地球吧 咱别往上看 太高了 听着你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 我真有点小赞同 这美国NGO这种话 一个欧洲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样 不知道中国人的军方标准到底是什么标准 你们已经超越地球上的舰队 还要再先进 你到底要做什么 有一个美国王爷 我觉得中国军方应该公布055的全部数据 让我们知道你到底先进到什么程度 而且你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美国王爷 这就是中国搞的军事神秘 他永远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他要什么标准 我们都觉得 这种055型导弹巡洋舰 已经是目前最先进的水面大型舰艇了 但是中国海军对他还是不满意 有一个英国王 这可是中国官方的军评号发的 不是那些大V 他说的是有权威性的 他如果说中国军方对这个055不太满意的话 那么想必他就是不满意 一个欧洲网友 那么他到底不满意在哪 如果他想把雷达探测距离增加到1000公里 他想干什么 他想到让自己的相控的雷达和他的外队21导弹射程 完全匹配吗 那么别人还有活动吗 有一个德国王爷 我也觉得是这样 这055太让人感觉到震惊了 就算我们的巴伐利亚过去以后 不用进行任何的对抗 你都打不过055 因为他的观瞄距离就超过了你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中国到底要做什么 我也不太明白 这么先进的巡洋舰 就算美国人手里面的 他也不会说对这个完全不满 因为沃尔珠穆特级存在很多的弊端 特别是他的舰船系统 这个世界都知道 所以美国方面淘汰了他 但是中国这个驱逐舰 并没有任何的故障系统 又一个英国王爷 他对比我们大移动的军舰 是不是还差很多 我觉得没有我们的前进吧 又一个英国王爷 你赶快闭嘴吧 他都达到我们航空母舰的水平了 又一个英国王爷 在这个领域方面 你还是不要这么说吧 055的确是目前水面舰艇当中 最强大的舰队 又一个美国王爷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不是中国人真的可能 看某些影片看的太多了 你们把星辰大海当做自己的目标了吧 我这是第二次在提醒中国朋友了 不要再搞先进武器了 又一个美国王爷 是啊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下一步的造舰计划 我们可能参照了055的某些方式 但是中国军方竟然说他对这个方式不满意 又一个美国王爷 这好像是不是在耍我们 我们现在打算参照你的设计方案 抛弃了沃尔中普特级 而你就说你现在造的东西你不满意 那么我们怎么办 有一个欧洲网友 看来现在真的有些让我不能理解了 有个时代在我的眼前出现 我已经恍惚了 在很久以前 我们都追踪美国的武器设计理念 但是现在怎么突然开始 美国要追踪中国的军舰设计理念 一个谈自己的王爷 中国的055我觉得本来都不先进 他的外观很多都是防美国军舰 或者防欧洲的 所以中国军方不满意 我是同意的 又一个谈自己的王爷 我也同意 中国军方不愿意总是仿造吧 所以他们想创新 但是055真的很大 很大 但是我知道他不先进 又一个小本质王 这一点让我也觉得很吃惊 我觉得中国军方提出来 要进行下一步的改进 可能要出A型或者B型或者C型 那么他会更加强大 也许会达到一万五千吨的排水量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也看过官方军评号说的这个需求 可能中国军方觉得一万两千五百吨 可能还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也许真的想要一万五千吨 又一个美国网友 天哪 你们想造什么 导弹战略舰吗 我记得曾经有过俄国有这样的导弹巡洋舰 也就是一两万吨 你们真想达到这个水平吗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可以歇一歇吧 你们不必要这样 时间有的是 你们可以让整个的地球感觉到一些平和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方面 中国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子 谁也不知道 只能等新型的055出来以后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中国军方标准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们可能看的就是星辰大海吧 不过既然有星辰就有大海 又一个亚洲网友 怎么啦 我们不追求最好 只就追求更好 难道这是作用吗 又一个亚洲网友 其实我觉得吧 就是有钱可以任性一下 既然我觉得不满意 那么我继续可以投资建造 这只船值60个亿 我可以再投资100个亿 钱对中国来说 这是个小意思 但是我们不用急着印钱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觉得我们对055的某些基础性能不满意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通过实践 证明他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要求 至于说你们美国方面 想参照中国055建造未来军舰 那是你的事情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一个亿主网 我觉得中国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人家参照了你一些设计方案 建造未来型军舰 但是你突然说你现在军舰不合格 这简直不负责任 就是我在这儿 哎呀 我记得我很久以前说过一次这个事 当时就有消息传出来 说中国对自己的055不满意 那会刚刚下水没多久 据说当时是外传 说中国方面对自己055不太满意 当然平台不让发 现在我不知道让发案发 这回是官方军名号说的 然后人家给搬出去了 然后美国给安迪欧发这么一个博客 他都觉得很震惊了 因为这个现在国际上 你咱们抛开中国威胁论不说啊 国际上公论的说 包括斯德哥哥尔摩的武器评估啊 包括这个简直方周刊对这个中国的这个055的评价是很高的 认为在家他手里有三把尖刀 这个那我就不用多说了啊 931821啊 这三把刀抡出来 你哪个你也扛不住 最次那个93都够呛 我跟你讲 但是直接是快音速 不叫超高 它叫快音速 而后面那个18也是高超 属于超音速可编单道 而这个剩下的这个21呢 你别提了 那是王牌了 你有这三把尖刀基本上无间不摧了 可以这么说 我真敢这么说 现在都认为是这么说 而且特别是这个21在手 江山我有 但是还是不满意 哎呀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这个解放军书有这样自己的想法 有要求 可能他们的眼光就是星辰大海 你家老王 我只能看见岸边 人家看着就是 就是地球的上面 把大海往上去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只追求更好 不追求最好 那就没办法 那现在美国的新型的 他的那个下一代的军舰 这个美国方面已经有传闻 就他已经爆出设计图了 这个设计稿的模型图 有一多半仿造了中国的055的设计 这是实话 你们可以去查查包括斯特哥 包括兰德公司去年出的报告 以及包括这个解释防空之后 都有这样的报告 他都有这样的预想图 这个预想图很像我们的055 也就是说他开始参照055 他知道沃尔 朱姆沃特的没什么希望 放弃了 但是你突然觉得 你自己现在造的成品不先进了 我估计你真的把它给坑了 他的一个设计稿出 就得几十亿美元就没了 没办法 美国就是这样 他就拿钱堆你知道吧 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吧 还是自己创新吧 我们讲究成创新 不要剽窃 好吧 就说到这 你对这事有什么想法 你写在下方 不让让发 不让发 我以前说过一次 没要发 这次我不知道 因为这次官平号说的 人家给班主 现在我不知道让不让发 如果让发的 你就尽快看 好吧 支持好 往常安三辈 给大家网站 推荐 感谢大家